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呀 经过我夜以继日的练习 我的马超可以说是已经出身入化了 这一点单从清兵就能看出 失误了啊兄弟们失误了 还是那句话兄弟们 一个马超会不会玩 你就单看他清兵就能看出来 经过我夜以继日的练习 你清兵都能把自己清裁呀 不好意思拿错素材了啊 现在才是正经教学 这把对线真机 我怎么还有感叹号啊 啊蓝灵王 我对线真机还有蓝灵王 不玩了 开个玩笑啊兄弟们 那个马超前期被针对很正常 我们都是后期发力的 你给这老鹰捉小鸡呢 你怎么说话的 这三十分钟的兵线 我不得跟他拉扯一下 咱说你清兵都清不利 所以就别玩马超了 住口迈向替灵之路 必将荆棘丛生 再说了 我这不是清完了吗 我再再再换一个素材 其实我一直觉得 想要磨练某个英雄 就必须和相同的英雄兑现 对吧 马超打马超 不是你俩可真丢手绢的 谁也打不到谁 好了 我已经装够了 现在就拿出我真正的实力 我玩马超的时候 无数次都在吐槽 这个英雄真不愧是 对抗路胜率斗第一啊 真他XX的难玩 但是复出总会有回报 我也终于迎来了 我的第一个正式对局 这把对线木兰 打木兰32秒一血 不能再多了 好家伙你队友难一些 也算进去啊 哎呀 都是队友分这么轻干吗 这边把木兰骗出来 贯穿打到木兰了 二技能丢一下 他没了 开启机跑 说一下 先不要着急剪枪 跟他追着 好 现在在剪枪 一二技能都差不多了 直接拿下 嘿嘿嘿嘿嘿 这位选手注意一下情绪啊 我这不是激动吗 我觉得玩马超呀 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就是倾线都轻微明白 枪扔到满地都是 捡不回来的那种 第二个阶段 就是能找到枪了 但是在线上 依旧是谁也打不过 更别提团战了 而我现在 就已经到了第三个阶段了 已经勉强可以在线上 打赢一小部分选手了 最后一个阶段 就是人枪合一 出神入化 这个目前 我暂时办不到啊 但我觉得 马超掌握了基本操作之后 一定要自信 这边我小半血 打满血木兰 没死啊 兄弟们没死 这边虽然我残血 但我的兵线没有行 是为一名优秀的对抗路 怎么能放任自己的兵线 不管呢 怎么双杀了 虽然想想打我 骗 直接骗出他的大招 他肯定以为我要捅炮车 再骗 不是铁哥 你呢什么 你先不要说话 等我骗完他 再骗 你塔都没了 还骗什么 我这主要是击溃他的心理防线嘛 不要着急啊 还没有结束 他以为我回家了 殊不知 我吸了两口血 又准备埋伏他 注意看 我就用这三分之一血 干翻孙儿香 急跑已经好了 兄弟们讲真的 我当时很震惊 后来剪视频的时候 我才发现 原来我草外蹲了 可恶啊 当时那个孙儿香 心里肯定在想 这个马超就是训练 那么我再折磨一次木兰 来挽回一下颜面 这个木兰还没有意识到 事情联终性 我不会直接把他戳了 哎 慢慢的折磨他 看到没有 慢慢的折磨他 这就是马超的乐趣所在 我和你飞到蓝蓝的天边 没事啊 兄弟们 没事 幸亏我跑得快 天真 我跟你说 你可马上复战机了 哎呦呦 天真 你这人就喜欢开玩笑 我怎么会复战机呢 自从完了马超之后呀 我觉得我没有以前那么单纯了 现在已经开始学着用走威偏技能了 那要么说把马超关羽的人心都丧呢 开个玩笑啊 这边我们直接在红霸腐草蹲一手 老虎来了 边野联动 让你们见识一下狐马的厉害 我的我的 哎呦 为你好兄弟 稳住 问题不大 随后在队友和队友的共同努力下 我们也是顺利赢得了这场比赛 不得不说 马超真好玩 下次不许再玩了啊 感谢观看